好 回到新闻现场继续来看 演出电影《听见下雨》的声音 女主角韩宇杰 遭到房东指控 击欠了五万元的房租 失联长达了一年多 事件曝光之后 韩宇杰哭着说 不是不付 而是没钱付 她说以为演戏红了就会有钱 结果根本不是这样 韩宇杰事后呢 在脸书发文认错 还po上了 汇钱给房东的汇款单 希望大家可以再给她一次机会 拥有甜美的笑容 身材娇好的一人韩宇杰 在方文山指导的电影 《听见下雨》的声音当中 担任女主角 也让她的人气瞬间扶摇直上 但却爆出她恶意积欠房租 而且时间长达一年以上 一共欠了五个月的房租 房东太太表示 韩宇杰是在101年11月15号 跟她签下租约 只有好几个月不断积欠房租 甚至在102年的8月底 还偷偷搬家落跑 直到现在一年都过去了 积欠的房租不但一毛 都没还 当时还留下一堆垃圾 非常凌乱 记者实际在向韩宇杰 本人求证 她坦诚集欠房租 但借口非常多 还一度哽咽 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钱 可是我没有不还 因为我爱面子 照片中的韩宇杰 戴的是雷鹏的太阳眼镜 还拿iPhone的手机 边烫头发边自拍 说她会没有钱找房租 让人很难相信 而她对于房东的投诉 相当不满 我受不了她这样子了 然而经过媒体的报道 韩宇杰第一时间 就马上挥了钱还给房东 不但将单据po网放脸书 还写下了道歉文 但现在再多的对不起 过去她给人清新的形象 可能也因此破灭 继续曼家周天杰 台北报道 好